路口轿车闪灯等着转弯 一起步就撞上直行机车 但这还没完 下一秒驾驶又往路边冲 往带转隔撞上去 整台车停在带转隔上 车火现场 机车都被撞倒 车壳零件喷飞 东西通通散落一地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重新路一段与中央南路口 19号晚上8点多 27岁女驾驶开着租赁车转弯 先撞上直行的33岁骑士 导致她多处擦措伤被紧急送医 而驾驶当下似乎吓到了 不但没有停下来 又撞进带转隔 再拨及另一台机车 驾驶没有酒驾 她公称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才会酿货 造成三车车祸 东西新闻优雅西洋健安在新北市报道